马来西亚慈祭雪龙分会 在吉隆坡敬司堂举办万人御佛 趁着母亲节 现场设有孝亲御族活动 一曲贵阳图触动人心 打破的不只是传统华人对爱的表现 更是父礼孝道 想到妈妈这么老了 我还有很庆幸今天还有机会帮他洗脚 我今天来对了 我从小到五十一年来 一直跟我妈讲这么多次我爱你 因为我儿子本身是没有接触滑魂教育 所以很多事情 比如孝亲敬老这些东西 他都不太会 所以我很想和我孩子死心 纳根达兰十三岁那年 因为细菌感染影响神经系统 导致身体瘫痪 这一天 他坚持为母亲御族 有些师姐就说 御族不方便 因为他不能跪下来帮他妈妈御族 然后我们本来要走的 这样我就问他说 这样这个地方是御族要帮妈妈洗的 不是帮妈妈洗的 这样你讲他讲我要 他眼睛有点累 所以他讲我想要帮妈妈洗脚 超经区写的是佛说父母恩众难报经 民众要把超经功德回向父母 你贵父母感恩吧 既然你有心抄这个经 就是说明你有贵父母这个性格 就想抄完成篇经送给父母 我们小时候他就照顾我们 现在我们大到我们照顾父母 那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的吗 小小声讲 热大大声讲 母亲节快乐 谢谢 行校要及时 孝亲活动拉近亲子距离 也给孩子一个把爱说出口的机会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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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